大家好 今天有沒有見幾天 本來我說二、四、六是我的軍事行動 四個天我就上了廣州 跟人們慶祝三天 沒辦法可以做到Facebook 因為內地裏面是沒有Facebook的 不准有一個這樣的建立 除非我自己是在一些酒店裏面 但是那晚就在酒樓 所以沒有這樣上到Facebook 唯有跟大家告訴我助手 叫他和我轉告給大家 星期四那晚沒有辦法和大家見面 今天星期六就早些和大家開台聊天 最近幾件事發生了 大家都知道星期二那晚 就是籌備了星期三十九號 應該第一次的 選了大主席之後的全體會議 立法會的會議 星期三就發生了我們留會 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大家也都在期間裏面 看到我Facebook的那個講解 聽不聽到清楚大家 OK 大家好 我見到大家沒有見我這麼久 大家也都跟我說說 Say hello 大家好 基本上就是 談到那個留會的問題 是一個痛苦的決擇 所謂叫做如鴻掌 利益兩者不可兼得的時候 我們取其意 當然我們知道作為立法會的議員 我們立法會的高速是 最基本上就是要為香港服務 Hi 老婆 為香港服務 我們要為香港 怎樣服務呢 就是通過一些有利於香港市民 對香港整體的 政策方面的監定 監督政府等等這些要做 凡是對香港有利的我們要做 二方面來說就是 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要看到我們的議員的質素 譬如好像在宣誓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符合了基本法 這個是我們有監察 還有我們大家互相要睹道 明顯地在10月12日的時候 有一批的同事 他們就是未符合標準 也都是有部分可以輕輕地擦邊球過了 但是最大問題就有兩位 姓梁和姓友的 那件事一直延續到 去禮拜 剛剛過了禮拜三 民眾社會上的迴響很大 因為它辱罵 但是侮辱了中國人 侮辱了我們中華的兒女 也都是用聰筆的語言 和態度也是很惡劣 用來辱罵了中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也都不符合了這個宣誓的條例 也都不符合基本法裡面的要求 我們作為議員 是理新的時候 也都要去作出一個宣誓 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而基本法裡面第一條 也都是說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明顯地 這兩位同事就是宣誓不達標 而且還是搞這個港獨 也都是說出一個很敏感的詞彙 說我們自己的中國人竟然這麼離譜 就是侮辱到自己是叫支那人 通常這個是在歷史裡面說 日本人就是沒有侵華的時候 他也都不想承認你新的中國 也都不承認你中華民國的那個地位 那麼他也知道 也都滿清政府被打倒了 他要是叫他魏滿洲人 要是用回很古老的 term 就是支那 那支那就是很早期的時候 那些外族人對中國不熟的時候 就叫支那這樣 那還有是其他的夾集了 殖民地政策的期間裡面 帶出來的不好的感受 然後再在侵華裡面 日本人是再將這個支那的 term 再來去貶持 作為一個貶持化形容是一些低劣啊 沒有腦啊 死蠢啊 豬蜜啊 就是這樣的民族 將我們的五千年的華夏民族 完全是所謂叫貶低 但是他也都是不理會 在他自己唐朝裡面 也都是在中國拿著文化回來 他就是要將自己貶低人 而抬高自己 他是來自於中國 而是高於中國的 踩低人 而抬高自己的一種心態 所以用支那這個 term 不僅是有他的含意在裡面是貶持 也都是勾起二次大戰裡面 日本人侵華的時候 那種的痛苦經驗 就是家庭破碎 流離失所 失去自親 失去自己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國家 那個尊嚴等等 所以用這個 差不多是一個 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 一個磁匯 包括很多種種 這個痛苦的經驗 竟然這兩個大與不道的人 他形容自己 這個國家是 是 還是用粗口來講 Re-elf king Chila 這樣 這個真的很離譜 我不知道他父母怎麼想 和他家人怎麼想 但是他們那種這樣的態度 和那種死不悔改 我想現在他全世界都有名的了 他除了去到自己的自以承認是資拿 或者是包庇他們認同這種身份的人 那批人是給他掩飾那些有一種賣國 還有有一種不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那種卑劣的人才會互相掩護他 或者是去為他開解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很生氣我作出痛苦的決定 既然大家一次贊同 我都很欣賞團結便食量 大家是阻止這兩個人在死不悔改的情況下 而且還在自己狡辯 然後還想進入這個立法會裏面去做他的議員 我覺得這個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一次贊同了 另為玉碎不作雅全 寧願走出來就不要讓他們宣誓 令到會議留會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時機非常手段 都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要堅持自己這個如雨紅掌意志 這個兩者不可兼得利與義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痛苦地寧願作出一個高姿態 令到留會也都帶出來給一個訊息 就是告訴主席聽 你不要忘記你自己應該要做什麽的工作 並不可以說現在的規程裏面所限 你不能夠做任何事 所以一定要去admit兩個 就算是走狗 就算是一個叛國 就算是一個分離主義的人 你都照樣讓他們進去 我們現在這個系統裏面 這個萬萬不能 所以也是一種痛苦 而是很有效地給一個訊息主席 你如果是不明白自己做什麽的時候 你會知道的後果在哪裏 所以三十九位同事一致行動 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也都告訴主席聽 我們是有能力 可以在這個層面裏面 用盡我們自己的那個 在規程裏面容許我們做的事 來去作出一個嚴正 和強而有力的一個抗拒 那我自己也都與此同事 就在上個禮拜帶出已經說 希望可以討論一下主席自己本身 有沒有合法性 也都能不能夠為這兩個人 繼續去做監製 因為在禮拜二黃昏的時候 政府就向法庭提出一個緊急的申請 兼請司法覆核 拿了一個批文 已經可以展開 唯獨是法官認為 在這個階段不適宜 是攤佈了一個臨時禁制 令他禁制 立法會主席王 我覺得他都對的 情有可原 因為他作為司法的部門 不想行一個這麼drastic 所謂的這麼極端的一個手段 不是說他不能做 他都給了幾分尊重 讓你立法會裡面 自己主席會懂得的 醒覺的就是說 既然我給了一個 這樣的司法覆核的程序啟動 你都不用我一定要去禁制你 你會尊重這個法律程序在進行當中 你應該要保持著原貌 保持著現狀 保持著現狀 不要去upset他 所以這個 留有一個小小的顏面上 給他去了解 然後自行決定 就可以說 雖然我有裁決說 是明天會被他們宣誓 但是 外於有這樣的法律程序進行當中 我都會暫時會 稍緩做這個監製的工作 想著他會懂得去做 誰不知 主席他就在這一方面不領情 唯有我們要做這個 就算是下下之策道 都是為之一個叫做最後的一個手段 終於他現在看到了 看到之後 我就見到有這樣的情況 既然那個法律的程序啟動了 而他的法定的能力與否 又沒有這樣的權力去監製 將會成為是打這場官司裏面的 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我將我自己的動議 現在又將它改變了 就是說 在一天這個訴訟 司法覆核的程序 未得到最終的結果之前 主席應該將這個宣誓的 或者監製這個環節押到最後 直到有這個官司的結論 跑出來為止 這個就是我做一個新的動議 我也是在禮拜三那天之後 劉會有記者問我 我就說這個基本上 劉會是一個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但是並不能夠處理到那個問題核心所在 因為現在已經有訴訟處理法律的觀點問題 我覺得作為主席 在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尊重法庭的判決 就留待判決出來之後 才再作這個考慮是否容許 是否正確定要做這個宣誓 所以我的動議改成為 就是說 肯定主席在這段期間 未有這個司法覆核的程序的結果之前 就將這個監製的項目 或者不作不為這個聖良聖友 作這個宣誓的安排 直至到有結果為止 我這個建議也跟媒體分享過 也都是跟我建制裏面的同事 包括主席 我也有跟他去反映 也跟秘書處交流過 他們最後都認為法理上可行 唯獨是要過三關 第一關就是有沒有足夠的 建制派的議員支持這個同意 第二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有足夠的份量 沒有人支持的話 即會隨時的殺手間 你不贊同 我們可以留會 這個信息很清楚 第二關就是 如果有足夠的數量 可以支持這個動議的時候 再跟大主席說 你有權 不過你現在行不行使這個著情權 將宣誓和監誓這個環節 押到在官司有結果之後才做呢 這個主席是有著情權 但是建基於如果第一個 是有充分的支持點的時候 我想主席也都要考慮實事求是 在現實的那個政治環境 形勢被人強的情況下 要作出決定究竟是繼續留會好 還是押後這件事情 兩者之間權能輕重 所以這個第二關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法規上容許 也都要放下去 勉強那個所謂十二天的通告 預告呢 這個是可行的 然後第三件事就是說 如果議案獲得被接納 兼且優先於宣誓的情況下來討論 第三關就是說 在泛民和現在的建制兩者之間 那個角力又如何呢 我們大家都明白 在現在的那個立法會呢 一方面要拿到功能組別的那個 那個simple majority 另外還要拿到geo 即是這個地區選舉裡面的 35位的同事的認同 一個simple majority 兩者之間通過了 才會有一個約束力 那我現在就討論這裡 就是說究竟 我們行不行呢 在建制方面說 在功能組別呢 我們是佔優的 在geo方面說 暫時呢 有29位 應該說 有20 應該說 全部加起來應該 在地區選舉裡面 有35人呢 這個泛民的佔了有19名 而建制的有 15 16名 19對16加起來呢 就是35 由於現在19名當中 有3名是未宣誓 那3名沒有投票權 然後就變成了 只有16名 16對16 那16和16之間 會不會拿到一個突破呢 我相信站在大是大非 所以 侮辱華人 侮辱中國等等 還有違背了這個基本法裡面 要求效忠中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基本法這一方面來說呢 是非常清晰的 這兩位人聽所犯的事 如果是再 通過這個議案 也討論過之後 要投票呢 我深信 我深信 應該不會有16名 是支持 這個 是一個這樣的 聲良聲友 只要輕輕 有一至兩名 是反對 應該這樣說 是支持我這個動議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會有 可以把我投票過來 有18至14 那就可能會通過 當然要按照哪個法規 議事章程裡面的問題呢 我會考慮到 按照現時的議事章程 夠了遲 我想是29一和18二 但是經過多日的考慮之後 可能會更加對立法會的主席 有約束性更加大一點的 就是用91或者92 所以我也會一男子不管 三七二十一的了 會用這個29一 接著就是按照這個 92去要求主席 去停止這個執行18一 又或者是按照18二 你通過了我29一 下去一個新議程的時候 在宣誓之前要討論這件事 最後以91來罷免18一的暫緩 執行18一 我講這麼多數字給你聽 你可能會很煩惱 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簡單說一句 盡一切努力 是動議將這兩位人兄的宣誓就職的問題 壓到在官司有結論以後才做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希望可以爭取 但是這件事就在昨天打完封之後 就有一個會議由我們班長Martin 就呼召我們一起去 大家同意了就是說 聯署聲明要求主席 現在就行使他自己的權力 是不要為姓梁姓友來作安排宣誓 簡單說一句 就是換句話說 按照91來去停止了18一A這個宣誓環節 但是那個聯合聲明 就沒有說這麼技術上 有91和18一A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那個聯合聲明已經出了 大家見報紙也已經看到出來 而後面的那個支持理念 就是按照這個會議常規裡面的 就是91和18一A的那個效果 當然這個就是有聯署聲明 這個也是有不同的渠道爭取相同的目的 我作為在這一方面的看法 是持一個非常支持的態度 所以我昨天有份是聯署 聯署完之後 談回我自己的那個議程方案又怎麼做呢 那我都要以官喉喉看一看主席 在禮拜一有什麼反應 那如果他仍然都是執迷不悔的話 那我就會用我自己的那個動議去 那動議他會不會接納呢 我覺得之前如果連聯合聲明都不接納的話 我入那個方案 他可能都不會去 但是不要忘記 我這個給大家一個平台去討論 這樣來講也都令到他在那個壓力就會低了 比起John Slayman帶出來 那個純粹由他自己揹飛呢 我那個方案給他的生口位還要大 那我也都有我自己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也是推而施的字 如果你一不做的話 我們真的最後都有一個實手間就是walk out 所以跟大家講了整20分鐘 講解這些最複雜的東西 我相信你們也都會明白那個主旨 但是雖然就是那些規條比較複雜 多丁那麼多 但是你們會有理解 還有知道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時期的一個事態 我們要盡我們的心思 盡我們的那個能力裡面 探求到有一個出路 也都解決了現在是欲華侮辱中國 還有用這些粗皮的說話 還有是搞分裂的人 我們應該要怎樣將它去處置 就是一個目的就是踢它出會 踢它出局 不讓它們又回來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政治上最大的目的 在法律上也是可行 但是法律上的事情 也是等到11月3日開庭的時候 在那裏再去涉戰群雄 由我們的政府的律師 和其他相關人士 因為現在除了政府之外 也都有另外兩陣的司法覆核提出來 會不會到什麼時候 要有一個聯合一起去爭辯呢 我未知 但是現在11月3日就開庭 就處理這一陣子 大家聽了明明 嘩 幸好我今天早上廣播 要不然你這樣聽我說這些 隨時都已經刻著了 現在11點半才說 令到你一定會有一個甜夢 因為何君堯說這一陣子這麼嚴悶 搞到我紛紛欲睡 最後睡著睡覺了 Anyway 兩者 任得你怎麼樣 希望我 講給你聽你就明白 如果你覺得聽完之後悶的 你走去睡吧 今天講這件事就是 但是作為中國人 作為香港人的感覺 我也是很強烈地告訴大家 在這裡來講 39位的建制同事 雖然有和大家不同的想法 但是目標和理念都是相入 所以這次姓梁和姓友的 他們舉措這樣做出來 真是犯了重鎮 這個重鎮是全世界的華人 聽到也好 有良知的華人 有良知真是愛中國的人 會有一個共同的反應就是 這些是 這兩位可以說是 我不想說了 我知道 不過似乎他們已經是 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不知悔慨 還走去台灣講這個港獨的 講這些分離主義 你說是不是畜生 所以很離譜 我對他們兩個都不記意厚望 他們的母校 其中華人都對這位 他們的校友表示非常之失望 希望他浪子回頭 如果浪子能夠回頭的話 今天不換 這就是作為香港人 作為中國人的感覺 大家可以說是非常之的該同仇 為什麼我今天的主題裡面 又講的是嶺南人 有一篇很簡單的新聞 又走出來 嶺南大學裡面的學生會 他們聯署有700個簽名 就說反對何骨饒被校方認定為嶺南人 我覺得這個反對又很莫名其妙 首先我不是說 尖嶺南大學的光彩 但是如果我能夠成為 他承認我是嶺南人的話 我又覺得很榮幸 但是實際上我和嶺南沒有其他的關係 除了有兩樣東西 一是地緣上我真的是 廣東省嶺南的人 我自己本身是嶺南人 逢是廣東省的人 全部都是嶺南人 尤其是在香港這裡 在廣東省裡有什麼嶺 那個嶺呢 那個嶺呢 那個山嶺以南的人 煩稱是嶺南人 嶺南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是不是 有一種很優雅 廣東人也有他自己的風格在這裡 所以久而久之 也都成立了一間大學 叫嶺南大學在廣州 然後跟著就經過這個戰亂 和這個中華民共和國上台之後 以前救會政府中華民國 他們那個藍簽過來香港 然後在這裡 香港也都成立了一間嶺南學院 現在進升為嶺南大學 所以那個發展路向就是 但是嶺南人都是 我們在香港這邊生活 在廣東這一帶的人 有學者 或者有自己的獨特的建樹 等等那些要反稱嶺南人 現在學生會那邊說 我不是嶺南大學的人 所以就不可以反稱為嶺南人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如果是我可以幫到大學 幫到同學的 我是很高興的 所以剛才明報訪問我 我跟蘋果先知聲明 你如果是如數 即是如實地報道 我說什麼 你就照寫什麼 不要加謠加噪 有些喜樂的說話等等 那我會跟你說 但是如果你把我的含意扭曲的話 以後你都不用只有跟我聊天 上次許惠賢訪問我 也有一次聲明 他都很有專業的水平 也都很有他的職業的道德 在訪問的過程裏面 是稍微輕鬆 但是不是輕挑 也都是報道方面說是持平 我表示讚賞 你不要挖苦 剛才蘋果來訪問我 OK 我說你如實 我跟你有此聲明在先 那你就照樣去 我就跟你說 你就去報道 我說基本上有幾樣東西 第一 能夠為領南大學服務 晉身下去這個校檔 是我的榮幸 第二 和大學裏面有些什麼的貢獻 我現在在開展 坐兩個委員會 一個就是學校的 畢業生裏面的謀出路 就是那個叫career development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環節 希望可以令到我們領南大學的畢業生 找工作和薪酬提升 這個不是我一個人能力可以做 但是坐在委員會裏面 大家都是社會的言答 希望可以為學校 新生學子 出爐獻計努力去做 這個集體的智慧集體去做 另外我也坐在那裡 就是他的籌務經費 為學校籌款 今時今日 香港不是窮 很多人也都很有錢 唯獨是 但是他的確 過去這幾年裡面 帶出一個社會的風氣 大學生對佔中 大學生對守法 大學生對我們基本上 對他的期望方面來說 似乎有個落差 有很多願意捐款的善獎人傭 都很有保留 就在領南方面來說 現在他要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務 還有發展需要經費 所以籌款方面來說都不是容易 我也不是說我自己賀包的錢 只不過是在社會裡面 希望跟其他的同事一起 找到社會的一個關係 可以籌到多些的資源回來 去為學校發展 和未來的路向方面來說 是有比喻的 但是現在學生就說 不認同我是領南人的家 Fine 你不認同沒有問題 我正如說 我不是你們的畢業生 我又不是你們的教職員 我亦都不是你們的學生 但是我只不過坐在高市局裡 但是實際上我是領南 是說范青來講 那個含義我是領南人 雖然不是你的領南大學裡面的 那個領南定義 但是畢竟你認為 我是可以為你做到什麼的 我儘量做 但是如果你認為我不能夠 因為我A 批評過學校 說你們的學生 是不應該搞一個粗口演唱會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有批評 你們不應該講粗口 而這樣就叫做disqualify了我 我覺得似乎這個 太過兒戲 而且好像侮辱了你們自己的智慧 任何人都知道天下父母心 我送了兒子去學校讀書 我當然希望他會成才 希望他會 尤其是你們大學裡面說 叫博雅的精神 當然一定要博學 還有要優雅 做人一定要有一種儒雅的風範 既然儒雅 即是不會講粗口 不會講粗腋說話 不會用粗言畏語 或者在網上的 那些abusive language 來襲罵人 即是恐嚇人 所以這個說回 在2015年的時候 4月還是5月 他的演唱會 出現了那個粗口歌 粗口演唱會 我那時候還沒有入領埃 我就批評說 學生不應該這樣 基本上在學校裡面 不應該要談論這些說話 尤其是要看什麼對象 和什麼環境 如果在一個莊嚴的地方裡面 你這樣說是有失身份 所以你在一個演唱會裡面 這樣是辱罵差人 也都是不對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 你最重要的是第一件事 要懂得要在大學知道 再明不明白 也要有禮貌 對不對 所以做人沒有禮貌 是不行的 所以我是批評 出自於這樣的出發點 都是為學生好 既然如果我現在是做了校董之後 你認為說我不pollify 因為我曾經罵過你們 也都說解散你的學生會 所以這樣叫做不合格 我覺得太過看東西 就是不正確 思想是有偏偏 另外就是說 我是 還有什麼東西我不清楚 總之說我不pollify 實際上上次我在con day 那裡我也是勇於去和學生接觸 和接觸 所以我來講 我抱著的態度是開放 我也都願意和學生接觸 不過學生你怎麼和我接觸 是你的選擇 還有你和我接觸的時候 是一個con day 所以我也盡我肺腑之言 告訴大家 我是有什麼可以為大家服務 但是接近這個會議的尾聲的時候 有一堆同學也都用粗口來罵我 我兼職那個姓劉的學生會會長 還在我耳邊說 我是不是會用粗口來和我的太太 來打情罵兆 這個事可忍 屬不可忍 我作為一個 來到見你們的一個來賓 你沒有理由會用這樣的態度來對話 所以我就要將 那時候的說話已經超時了 我也有其他地方去 我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義憤填空 我也是不會放鬆任何人 我也是很嚴正地 我說我要走外離開 我放下咪在那裡 我這個姿態上 也是讓他們明白 你不能夠作為大學生 你連基本態度和禮貌都沒有 我是這樣跟你說 你也都應該要懂得去尊重人 但是原來他們的優職 一小撮人 哪怕是一小撮人 但是他們是坐在那個 所謂叫做 帶領學生的崗位 那個學生會的重要位置之上 你說是不是會教壞人呢 所以他現在簽名說 還要學校去認錯的話 我覺得這些四個字的形容 狗屁不通 但是這幫人 他遲早自己會明白 今天他所做的事是錯的 但是畢竟年輕人做錯是正常的 但是最重要是明白 和去懂事 我很希望在這裡特別奉勸 這一幫這樣的同學 一定要明白 大膽去明白 至於談都說 我和君堯是被梁特首委任的 所以我就沒有認受性 首先是搞清楚事 香港所有法例的事 經過立法會通過之後 都是要經我們的特首行政長官 要簽 然後再寫上去 還有一個commencement day 難道這樣就是因為我們特首簽名 通過了一個法例說什麼時候生效 那這些叫做不疑之法呢 你針對人還是針對這件事 我被委任去嶺南的就是有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是現時的法例裡面 是所容許也都符合的 那何來有得意之處呢 是不是呢 何來會有傀儡呢 如果你認為這樣叫做傀儡 那你現在讀的大學 他的確是校監 是不是呢 他是這個大學的最高的 他是chancellor 是不是呢 那你不要讀啊 好嗎 那你叫做不疑的學校 是不是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看東西的 你針對人也不去研究 那個有關的制度是怎樣 我誰簽署就不對的 我覺得這個太過客藝了 作為大學的 學生應該要有一種大膽懷疑 小心求證的態度才行 好嗎 所以作為嶺南人 我學軍議論的確 從廣義上來說 我是嶺南人 不需要補儡 是不是 如果你認為我是幫不了你的 那你不用我幫 沒問題的 但我是作為這個嶺南大學的校統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這個也是現實 你喜歡不喜歡 你簽什麼名字 你要求學校裡面為了道歉這些 這些是你自己是想事未達標 想事太過自我 而是分入了客觀的標準 所以我奉勸那些 搞這些小動作的人 一定要自己在這方面多做研究 多做反省 你還會有機會 會進步 如果不是 好像上次其中一個 用粗口罵我的 最後他自己身後不領 因為他自己是不作一個 去約束自己 所以他也是出手打人 還是襲擊人 其實我看到新聞 其中一個用粗口罵我的 他的行為是不但不檢 還是犯上刑事的責任 最後他在法庭上面也是 逃哭 知錯 那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一定要明白 明白自己今天做的什麼 不明白的 虛心學習 多問周邊人 多問老師 如果我可以跟你聊天 你不妨打電話給我 我也很樂於和你們去談談 只要放下旗見 放下傲慢 我自己有時候可能會有傲慢 但我都會放下傲慢 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好不好 OK 最重要是這件事 今天和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作為香港人 作為嶺男人 作為中國人 怎麼看現在我們的香港立法會 有兩位 兩位年輕的成員 其中有一個就是真正的嶺男人 那個游慧貞 他也都在這方面說 他說香港為什麼房屋缺少 導致年輕人 是沒有地方去談情說愛 我說這一句已經很斯文 因為他用那個 不是這個名詞 這個是不是嶺男人的 一種博雅的表達方式呢 用這麼粗皮的說話 亦都在英文 無論他中文的講得這麼粗皮 談論到香港土地 年輕人沒有房間去談情戀愛 這樣就表達這種嶺男的 那種儒雅的風範呢 接著他宣誓的時候 講英文 英文我不覺得他特別會好 特別是講到連中國的發音 他都講到China 很難聽 很容易 因為不是單是講China 他發音的China都不好聽 接著 Republic of China re-f-king ofChina 什麼意思呢 這種是不是嶺男人的風範呢 各位嶺男的學生 你們又怎麼看呢 好嗎 今天何君儀在這裡 跟大家講著這麼多 看看我的網民有些什麼的說話 好 Mahakara Island 教協教壞了這些學生 Angel Ho 聲良聲柔的是明搶 老師是暗戰 要提防 將會令將來很難走錯了 難回 另外白一虎說 好一句 這個博雅問誰 問誰的學生 能夠真正領回到博雅的那種思維提倡 這種最深奧的思想 Henry雲就說 對呀 先看看 很多意見發表 如果民憑市 拿到多少少分 就會選擇第二間學校 即是不讀嶺男 那嶺男 自己本身不錯 但是校風方面講 在現時的學校 那些學生會 真是那班 如果是領頭羊 是black sheep的話 的確會導致其他學生 都會悟入歧途 正所謂萬武三千 我們都要選好的地方去學習 如果不是 令到自己的子女 都會跌入一個很壞的地方 學習有問題 就是與小人交如入鮑魚之士 苟不問其臭 與君子交如入之難之身 苟而不問其鄉 簡單說一句 近諸者赤 近默者赫 現在的學生會方面 有些領導的確 普遍在現時幾間大學中大 廣大 我上次去的浸大 有一班學生 他見到其他學生的表現不好 他邀請我去和大家分享 那班學生領袖 很有誠意和我說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有些人的說話很不恰當 這個令到你冒犯了你 我代表浸會 學生會和你致歉 他很有負責任 這班是好的領袖生 起碼他有禮貌 意見大家不同 不要緊 但是最基本上要有一種禮貌 在這裏 浸會的那班外事部學生 給我感覺 這種是有承擔 這種是好學生 這個學生領導方面 都有問題 因為上次我是在 我是在這個報名 就是在立法會抽號碼 選舉的時候 去到九龍市貿中心抽號碼 那一刻大家都會記得 我被人用這個粗口招呼了幾分鐘 我唯有在椰棚 來去笑 其中有一個 就按著升降機 或者在升降機門口 這位阿倫呢 他真的要好似為之 在學校的那個校董會上面 我欣賞他一件事就是 雖然他表達能力不高 但是他勇於去問一些問題 有些都挺倒楣 我也欣賞 但是這個不夠的 他一定要在那個是非黑白 一定要搞得清楚 如果以一種似細靈人的話 那我覺得他不對 在當時我被人用粗口集罵 那些除非他認為是他同黨 如果不是有良知的人 我會說各位 應該我們不要用這樣的說話 來侮辱別人 這位何先生 他也是我們校董會的成員 他今天來參選 這個是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大家不應該要被他刁難 或者給他一個難堪的時間 如果他當時肯懂得這樣說這句話 我會這樣讚賊他 這種真的是將來的領袖 但是他只不過是稀皮少領袖 你出來吧 學校董 我有些事情跟你說 你和我們對話 那我就會給他這個手勢 所以一個人自己的路怎麼走 是自己創造 自己把握 我很希望我現在就和這位同學 也要再來講清楚 你有機會的 只要你是懂得去知錯而能改 那應該你都OK 但是這一刻你還沒改 那你就自己要好自為自 OK 繼續看一下其他 曹雪鳳就說 現時的年輕人太自我了 沒錯 美芳兒就說 叫那隻阿貞去做一樓一樓 Angel Trump就說 馬郎和俄羅斯 OK 講了差不多 也都在夜睡的時候了 對不對 今天就收看的人數都有186 現在不斷地慢慢再向上調升 俄羅斯說 俄羅斯幾天沒有見你 加油 Hon Ho說 掃走良友 還有鄭松泰 劉小惠等這些垃圾小學雞 免拖壞這個議會的質素 我不計較他們的政治取向 而是他們的處世和做人的態度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Nubi Zhang就說 兩隻都是畜生絕對不能夠做議員的 Lisa Zhang就是何律師 你講得很好 那就Do you in fact 就說什麼呢 請問何律師 鄭松泰在立法會裡面 將五星期和區期倒轉 涉及這個觸犯國期和國規的條例 第七條和區期和區規的條例 第七條 可否作出這個法假誓之證據 不可以當這個議員和可以起訴他坐牢呢 表面上是可以 而且當時他也是在鏡頭下所做的事 是全部都是活靈活現 也都是可以說很清楚地 是指出他犯法的行為 那這件事呢 我知道有同事是向警方投訴 也都是向我們的DPP 那現在說回我們DPP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 看看他有沒有吉使去跟進這件事 如果要跟進的話 這個鄭松泰他都挺頭恨的 OK 陳大文就說 踢走那點的小麗老師 張英也是給一個重重重支持你 Louise O說 他就說今星期三立法會門口再見 門前見 好 那到時候 如果你們有任何什麼表示的 提提提我 我也都走出來和大家打一打氣 如果你有任何的 呈請或者petition 想發表什麼意見 我也都樂於 是和大家呢 就在這個立法會大門前見面 拍幾張照 打一打氣 大家會努力的為我們香港做得更加好 好嗎 戴力堅就說 不用你領藍的這麼低水平的學生 不要勞氣 我沒有勞氣 只不過是和大家分享 明天可能明報 蘋果看看他怎麼寫 我說了給蘋果 如果你加鹽加醋 扭曲了所有我剛才和你討論和談論的說話 從中裏面都作了諷刺說話 以後都不用跟我聊天 OK 都去這三隻禽獸都不可以留的 劉飛就說 那三隻禽獸絕不能夠進入議會 Jim Wong就第一次贊成劉會 OK 吳永昌就說 年輕人也都可能只靠一句半句 就把這個選票盲目的投給他 真的在那裏破讀的 Benny Wong就說 現今的教師教出這些學生益 都是很大的問題 Sarah Pang就說 為什麼是人都可以選入立法會的呢 是否都要定一些最低的標準 或者要求 例如是社會裡面經驗工作 經驗一段時間 才有一種common sense 為香港立法辦事 這次吸取這個經驗 下屆是否還要一個基本門檻 是調得這麼低呢 李芳怡就說 港大好得去哪裏呢 公然有四個大字侮辱 李國璋就是問候別人的娘 這個也是很不行 為什麼我們現在大學生 似乎是唯一的辦法 可以表達自己內心不滿 就是要講粗口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精靜些 寫一些好一點的文章 有質素地去表達 那你才能夠正確 為什麼我們納稅人 每個人可以跟你在身上 花十幾皮 我們的錢 來去資助你讀一個大學呢 以前我們讀大學的人 每個都是要怎樣 儲錢借錢 阻借又借 才可以儲夠學費 讀大學 今時今日入大學 沒有否的 你應該要給我讀的了 錢不夠你借給我 好 借給我之後 入口我出來還錢 最好不要這麼快還錢 無識的 而且最好我做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才慢慢攤還 最好 現在我一趕出來就還錢給你 很不應該 很多人現在就是 但是他覺得他畢業的時候 還要拿著Teddy Bear公仔 抱著了束花 陰公 我覺得 其實你可以畢業 你是否應該多謝你父母呢 第二 做父母的未必一定來得到 參加你的畢業典禮 你會不會因此而 met getmet 得這麼厲害呢 我覺得不應該 你應該畢業的時候 今天想一想 多謝父母 他可以養育我這麼大 多謝父母 可以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可以完成我的大學課程 今天我當然作為一個兒子 或者子女 畢業 我已經做到你對我的期望 也沒有辜負到你對我的那個栽培 今天如果你是跟我一起畢業的時候 我應該更加要多謝爹 爹地媽媽 多謝爸爸媽媽 多謝爺爺媽媽 多謝公公婆婆 多謝這個多謝那個 但是現在不是的 要道賀他畢業是應該的 要買個Teddy Bear給他 他究竟是已經智商還是已經成熟與否 這個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一定要拿起這些玩具 拿起這些Soft Toys 和這些花似乎是他們個人的成就 似乎將他自己個人的自我膨脹到 帶到無論將其他人那些已經矮化 他的成功就是你個個來和我道河 但是他的成功背後他有沒有感恩呢 我覺得他沒有了 還在那裡覺得說 全世界對他的成功應該要道河 而支持他的成功是必然 還有支持了之後你不要望他回報 因為他回報給你 是令到他很辛苦 嘩 這種是什麼態度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一定要改革我們香港的教育制度 不是事必要的 你一定讀到大學 你讀到大學 你有什麼的 為社會服務 這個是一定要重新要教育 好 再看看其他 李登汪就是何律師 你全班粉絲都在這裡吃飯開會 商量星期三是在立法會怎樣撐建制 撐你們趕走那幾個港獨 講講給你們的同事 我們支持你們用任何手法去趕走這些反政府的港獨和泛民 Alex Chow 就說 現時呢 就是所講的大學生 大學生會的會長真的不知所謂 比起校長還要大 是是誰給拳他們呢 他們有什麼的權力呢 Judy Long 就是說什麼呢 send兩隻東西去小學一連班 再重新讀起 還要她父母再 再什麼 給她父母再給予家庭教育 吳永昌就會一天不道歉 一天都不要指望給他們宣誓 這個Doo Hei就是說 想到逐個字讀出那個誓言 這個才是陰險 所以一定不可以讓她再進去這個立法會 Shirley Soon就是說 現在正在看你 OK Dora So說錯 是不讓她留下來才對 Teresa Ho說 劉小麗這個博士生 又是老師在立法會裡面宣誓 這種宣誓方式會影響你以前的學生 實際上劉小麗這個真是很離譜 真的很離譜 她也都是在她的Facebook裡面說出 她專門這樣讀 讀一輪那些字分開來讀 是根本沒有意思 就是說她沒有誠意 她也都不是真誠地去宣誓 也都不是真誠地這樣效忠 我們法律上面要求和憲制上面要求的 要效忠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所以實際上她是可以被disqualify 但是由於她上次兩次 第二次被秘書長接立了 然後據地就是主席來覆核 然後這次第一次邀請她 她的case is marginal 看看她的情況來講 實際上我會覺得是 和姓柔和姓梁的 是差不多一樣那麼衰 但是就不會衰到 好像姓梁和姓柔 絕對那麼衰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再給她宣誓 如果她是知錯能改 我覺得應該要先道歉 然後再來一次誠心的宣誓 如果她宣誓出來 大家覺得合理 我覺得給多次機會都可以理解 但是姓梁和姓柔 我覺得這兩個已經很清楚 不能夠容忍的 OK 好 佩清就說什麼呢 不會給機會這些妖孽 Samson Chan就說 報紙寫你和謝偉俊 為留會的事有意見不同 我想問問是什麼事 絕對沒有這樣的回事 因為蘋果寫的東西就不清楚 但是也顯示出有兩點大家要注意 就是就算建制派裡面 大家是同一個目標 但是有些人很多嘴 也是搜不到秘密 將那些東西說出去 但是說出去都不要緊 說一些東西就不涼不淡 就不湯不水 Paul他很早期上個禮拜 已經提出了說 現在在這個情況裡面 似乎唯一可以阻撓著他們 這幫人的宣誓 就是要去留會 當時出來的時候 建制派裡面有一幫同事 是不認同的 因為這樣做會很傷的 我就覺得 我說這不至可否 如果有任何方式 可以令到這個不合格的人士 姓梁 姓友和姓喬等 沒有人的宣誓 我想我們都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就說我用我的那個議案的方式 所以議案是一種其中的手法 而留會是一個最後的手法 所以我就對Paul說這個 我是不至可否 我就說我不排除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時候才用 但是如果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我們都要探求這樣 所以我基本上是支持Paul 因為大家帶出來不同的方式 都是同一個目標而已 所以我們很互相尊重 在這一點方面來說 我們澄清就是 沒有跟Paul有任何在這方面的嚴規 只不過我提出另一條路 它帶出另一個方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是一個基本上的事實 而第二就是 再討論過程裡面 當然會有時候 因為大家有很多意見提出 因為大家有很多意見提出 過程裡面 大家也要怎樣跟著的次序 表達 舉手 說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能會提升一下聲浪 還有表達的方式是有種欲感 但是完全不是針對人 是針對這件事 希望可以為大家做好這件事 但是當有人把這些信息傳遞出來的時候 又說西雲新舊契仔 在這裏有大家意見不合 其實這個完全是不必要 這個是錯誤的 我和大家可以講得清楚些 好嗎 Thank you 另外陳大文就說 這個宣誓都要拉布 入到去天天都拉布 是啊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其中今天很高興 有一班學生來自7間學校 中學學生 來自於澳門 香港和蒙古 來到我們的立法會裡面 做一個模擬立法會的辯論 他們未進入這個模擬辯論之前 我就被邀請做一個嘉賓 跟大家分享一下立法會的工作大概的情況 其中有三位同學問到 聲曉的同學問 建制怎樣看劉會 我就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但是在如與紅掌之間 我剛才講的說話裏面 利與義之間既然不能夠 就能夠取得到 唯有取義而棄利 在現在的大士大飛方面講 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盡量去做 劉會只不過是一個非常時期 非常守法 我也很希望用我的動議方式 但是現在動議方式未出的時候 大家同心協力用一種聯署 告訴主席 你應該要把宣誓的環節抽出來 不要安排他們有這樣的宣誓機會 這個就是一個聯合聲明 如果這個是大主席肯接受 綜觀星期一 看看有什麼新發展 如果OK的 我那個動議都可以不用用 因為已經達成這個目的了 如果那個不行的 我到時候會再用這個 然後再看看那個發展是怎樣 所以聲曉會會問我 建制對劉會怎麼看 我的看法就是 我都覺得是很痛苦 覺得是很無奈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如果沒有更加街的辦法 就似乎是唯一的辦法裏面 我們都會去堅持的 做事不能夠恥亂中氣 也都不能夠半途而廢 另外有一位姓李的同學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現在開局都這麼差 我認識你怎麼用 有什麼想法可以爭取得到 我和泛民的合作 那我就說 我就第一 沒有任何的政黨包袱 第二 我是一個獨立的 一個建制 開明的建制 在這個工作方面 我們是針對 事並非針對人 但是有些事發生了的時候 導致到有些人 已經定了性 是有這樣的characteristic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的了 它一定要out 不能留下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這個不會影響 那我和泛民之間的那種溝通 尤其是在很多問題方面說 有共融的空間 環保其中的議題 我現在坐了去這個環保委員會 裡面做副主席 我亦都很為香港的環境的保護方面說 動腦根 因為我來自於樂趣 樂趣是新界西裡面最大的一個 一個後花園 而那個後花園裡面也有最大的一個堆田區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環保方面說 實際上很多政治問題 它的立場是會 泛民和建制可以拉得很近 因為這個共同面對的 是面對共同的那個目標 就是把那個環境搞好它 無論政府要推出什麼方案都好 如果是對我們整體的那個環境的幫助不大 我想我們大家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取向是會大很多 既然這樣的時候 合作的空間也都會很大 所以我願意向前行一步 我願意伸出的手 和大家一起去共創我們的更美好的明天 所以我和泛民之間是有計談的 KC Law就說 所有大學生都已經是被這些國際的 外國的勢力滲透了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 現在香港不是說不明白 但是由1997年到現在 明年已經是20年 的確這過去20年來講 19、20年 香港政府在這一方面是很鬆懈 中央政府也都給香港自己一個自主 高度自治處理 但是在這一方面來講 對於國家的觀念 的確是很薄弱 所以導致現在這一批新的 顯著部分的青年 無獨有偶 來自於這麼多大學裡面 有顯著部分的幾家 都是很rebellious 也都是很想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疏離 還有有一種是反叛 做年輕人有反叛是正常的 但是它設置在這個 國家觀念方面講的反叛 這個是跟我們現代的這一代 是真的相差很遠 有沒有辦法可以改善好它 因為未來四年 所以我也坐在教育委員會裡面 希望這裡可以不亂反正破格球變 也都將現在走歪的路 盡量可以抹多少 拉回來就拉回來 我亦都對現在的教育投放的資源 有多少好像說 不需要努力 不需要耕耘都已經好像 必然你會拿到這些 University Grants 我覺得應該要整肅一下它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這樣讀書 也有人 我剛剛最近在扶貧的委員會裡面聽到 原來讀書之後有學識 不是一定可以改善得到你 那個上游發展空間 我當時聽這句的時候 已經覺得好像很難接受 但是聽到它講之後 原來它有另一個觀點 我會明白 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 當你是不需要經過新奴 而是不奴而獲的 你不會珍惜它 所以我今時今日的教育制度 每個人都有九年 十二年 諸如此類的 你的免費教育 保保你去進大學 或者是讀到副學士 這個必然都可以的 而你又不需要有一個 這樣的所謂叫做 去爭取 以為拿到高分低能的 就已經可以了 錢也都不用磅了 我想應該重新 要頂定這個方針 凡是送到上門的 你不會稀罕 但是你不出來爭取 出過汗水去爭取 跑回來的那些是沒有價值的 今天有很多評論 大家都很踴躍 之前我已經飛了一段 我還沒回答 但是現在後面還用了一堆 Frankie Chen 我看看Frankie Chen說什麼 Frankie Chen做學律師 你好 這幫人根本是沒有良知的 他們一生出來就是生無這個武教 醫好都浪費藥費 醫好都殘廢 浪費藥費 白一虎就說 你說這個學生太令你失望 你說這個學生太令你失望 校董你有什麼良方去把這個領藍帶回正軌 我剛才說的是一個大原則的問題 University grant 大學那些的助學金等等 這些不要那麼難 那些獎學金那些 差不多是打個黑癡都可以拿到的 我覺得好像太過匿外了 而他們不覺得是珍惜了 拿到獎學金是好像不應該的 是不是 你不給我好像你對我不住 我覺得這個思維要改變 所以我們投放這麼多錢去教育裡面 我想我們應該給他們有一個認知 就是你不去作出貢獻 你不勞而獲這支歌仔是不應該有的 好不好 從大的宏觀方面來看 而領藍那方面 讓我慢慢再去讀計 應該要怎麼處理好它 Thank you Virginia Cho就說 市民又可不可以控告這些這樣的 鄭松泰呢 可以的 Elaine Zhang就說 多謝你寫信投訴這個香港電台 我忍了他們很久了 沒錯 早幾天之前 應該說昨天我出了一封信 早幾天之前我已經起了稿了 今天幾多日 今天22日 我20日早上 在10月12日宣誓已經不到位 13日香港電台這個千禧年代 就立刻請他上去解話 還給他一種護航 雖然主持也都偷偷他 你又說JILA這個是你壓利州口音 你分明有狡辯 但是為什麼你說Hong Kong is not a part of China 在China你讀得這麼自正康原呢 他自己都在恥笑自己 擺到明的一派胡言是狡辯 但是這些人完全是沒有良知 但是我始終都不高興的 就是在13號那天的那個節目 只是請他們上去 以及請鄭松泰上去 兩個人講 你還有建制派裡面的議員 為什麼不請呢 這個就是10月13日的情況 然後到10月20日這兩天之前 又再請這個姓梁上去 又請了那個姓劉的老師上去 然後請了陶謹申 陶謹申也說不認同他們 但是不是很理解 又不夠膽說得這麼白來去譴責 那當日呢 也都沒有請建制派 不過幸好 觀眾呢 就有些都是說 曾經支持這幫這樣的年青人 青年申請下去的 但是看到他們這幫人 連這個宣誓都做不好 也都侮辱了自己的國家 又侮辱了全世界的華人 用這個芝拿這個槍 來傷害了大家的感情 他說 大哥請你進去 投票你進去 希望你可以為大家辦事 現在你連這些事情都搞成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批評他 但是我也都在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 普羅大還有個良知在這裡 但是我要譴責或者批評或者要投訴 就是港台為什麼會兩次的節目 都會這麼偏淡 和側在一邊 請泛民的那個議員去表達呢 在一個大氣電波裡面 似乎就是有為聖良這幫人 開脫他們那個被責成的資源 所以我的信也都去了港台 港台也都已經收拾了我的信 我將我的信也都在我的臉書裡面公告出來 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所以Elaine 你知道 多謝你 提出來 哇 下面還有很多 我讀不太多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11點半 我談了整個 哇 哇 哇 十點 十幾分 講了整個多小時 那你想不想我全部都讀下去呢 讀多一個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收工 好 我說 本人也是細心地聆聽學律師 你身為這個嶺南的董事 要努力地改革校風 我從前一向覺得嶺南是一個低水平的大學 要改變這個形象真的不容易了 好 OK 那大家的意見我聽到 今天我看到他這班這樣的學生長 又說聯署七百個簽名 就是將我何君堯 剔出不是嶺南人 這一男 基本上還要強迫校方 要作一個叫做道歉 我覺得這班提出的要求的人 就是他們真的跌入了一個迷途上面 他們必須要去自我檢討 還有其他社會人士 應該要給他一個大聲的一個責罵 我何君堯已經有責罵 我想大家要 他說有七百個人來反對我成為嶺南人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我 但是我相信社會人士也應該 現在我的網友裡面呼籲大家 也都寫一封信或者表達 說給這七百個同學聽他們是錯的 也是這樣說 最重要是看自己那件事的出發點 你不要以為七百個是很多 現在也有七十四萬人要求 姓梁和姓柔的 我們要disqualify他 兩位不能夠做這個立法會議員 這個七十四萬人又怎麼看呢 所以我們就算有這樣的情和理 我們也要看法律 情理法三人爺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多謝大家 支持我 也都是帶出這個問題 也同時要告訴嶺南這班學生 叫他們好自為之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麼多 就是我們一定要撥亂反正破格求變 所以我在禮拜二再跟大家見面 二四六 Thank you 拜拜